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看人家教材都怎么做的 上课怎么跟学生互动 你可以直接 其实他网路上有很多影片 那如果你要看他的范例档 在档案这个地方 开启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点这个MyViewBoard这个图案 这个是他的网路上放的很多的那个范例档案 然后他有帮你做分类 分类 所以我们随便找一个来看 比如说艺术与人文好了 打开 那这边都是他做的范例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形状艺术家好了 那你选好之后 他会从云端帮你下载回来 放在你的桌面 然后你按好之后 他会帮你打开 这个就是人家做好的内容 那人家做好的内容呢 你就可以去 如果你要自己想要研究 到底怎么样可以做成这样 所以你就要看他的范例会成长的比较快 那像他这个范例来讲 这个就是属于动画的部分 那动画会在哪里 就是在刚刚我们白宝箱里面 的那个这个小工具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小动画 所以他就是套用海底的底图 或者自己画的自己找的图案 然后这个部分就用那个小动画来放进来 然后下一页呢 他就是让你去把这个基本图案拼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上课的操作呢 就会变成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那可是你注意看 他这个移动有没有 可是他原来的东西还在 对不对 可以一直拿出来 这个叫做无限复制 那无限复制怎么做 我们简单的练习一下好了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图案这边 基本图案这边 我们选那个各种形状这边有没有 我们随便选一个图案好了 好 假设我画一个圆形 然后我填颜色 我把它填成黄色 好 老师请跟着做一下 因为这个是无限复制蛮常用的功能 好 我们先从基本图形这边拉一个圆出来 然后把它的那个 好 我们要用选择的功能 选择这个物件 然后去把它的颜色填成你要的颜色 好 那当然你从那个AI笔那边也可以 你从AI笔那边画出来的图案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还有你自己手画的图案也都可以 好 假设我们数学课嘛 一元两元有没有 我们就是一样切换到字这里 好 文字这边 然后你就在这里输入 比如说这个是一块钱 好 然后一样又点到选取格式这里 选取这边 你就可以去针对这一个 去做放大缩小 好 好 那现在这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圆形 一个是E 好 这两个东西 那我们要把它当做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就要做合并的动作 那这里 呃 这一个选择 它的用途 它跟那个我们Windows 它要拉一个对角线去 把它选起来 是不太一样的 好 它这个选择的用法是 只要你的画线有经过 画线有经过的 它就可以选得到 所以如果你只有画这样 你就只有选到这个 外面这个圆形 啊 如果你只有 画线的时候 只有画到这一个东西 只有画到这里 它就只有选到这里 所以你在选的时候 是要穿过去 有没有 它就会选到两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用选 选择工具 把你的两个物件 选起来之后 这里有 它的功能里面 有一个叫做群组 你要把它群组起来 两个东西 就会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东西 好 所以我把它群组起来 群组起来以后 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合在一起的一员 好 那请你看一下 这里面的工具 好 这里面的工具呢 这里有一个 复制并移动所选物件 有看到吗 这一个是纯复制 这个叫做复制并移动所选物件 这个就是无限复制 所以请你点一下无限复制 那这个一员就具有无限复制的功能 好 所以我们之后在拉它的时候 怎么样 我就可以拉出很多个一员 好 各位老师试试看 好 成功的请你输入6 成功的老师请你输入6 好 这个叫无限复制 就先画一个图 那图全部都结合好 画好之后 把它设定成 呃 物件的属性 把它设定成复制并移动物件 那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 好 给你用不完 好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不要呢 好 不要的话 物件的里面有一个垃圾桶 就可以删除 好 就可以删除 就是这个是这样删除的 好 那如果你希望这个东西的位置 不要被移动 你要锁定它在这个位置 那你就要用这一个锁头 把它点一下 这个就怎么拉都拉不动 好 怎么拉都拉不动 它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那如果你要解除呢 你就要在锁头上面点一下 它就可以恢复之前的可移动的方式 好 这个是物件里面的一些功能 好 这个是超连结 比如说 假设你按这个要播放声音档 那你要准备好MP3的档案 那你只要给它超连结就可以了 它就是以后你点它就会播放声音档 所以这是超连结的功能 那这个是动画渐入渐出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 这个我希望它有渐入渐出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暗的会消失的那种功能 那我就选渐入渐出动画的功能 然后这个叫做渐出就是不渐 这个叫渐入就是出现 所以我把它拉过去 拉过去之后 好 这个就具有那个渐出的功能 但是现在在编辑模式对不对 编辑模式是编辑用的 你点了它没反应 所以我们要点一下播放模式 那播放模式就正常在上课的时候 你去点它一下 有没有 它就渐出了 就不见了 好 就不见了 好 那所以我们再点回来 那个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就可以做改设定 那如果你两个都有 又有渐出又有渐入 那这时候你去播放的时候 有没有 就可以点一下 再点一下它就又出现 变成一个可以渐出跟渐入的功能 好 这个是物件里面常用到的一些功能的部分 那这一个是图层 就是假设这两个东西 好 现在两个东西对不对 然后你后面做的东西一定会在上面 那如果你想把它摆下去 把这个东西摆上来 你就会用到这个图层的功能 好 那这个就是直接上到最顶端 最上层 然后这个是一次往上跳一层 好 所以我直接让它跳上来 没有 它就在前面 好 所以这是移动图层的部分 好 那这个 我今天是一会儿的 好 这个 好 这个 好 这个